香港疫情持續延燒 今天新增了 32,430例確診 累計死亡 已經接近4,000人 超越了武漢的死亡個案 死者中更有9成 都沒有打過疫苗 大陸專家就指出 沒有打疫苗的民眾 死亡率是接種2劑 折得5倍 香港疫情稍不停 13號新增32,430例確診 死亡增加264例 疫情爆發以來 香港累計死亡人數 達到3,993人 已經超過武漢全市的死亡個案 估計仍然在家裡進行檢疫 或者隔離的人士 是超過30萬 因為醫院大爆滿 香港首次透露 有超過30萬人正在居家隔離 更有患者等了7天都不能住院 染疫死者中 有超過9成生前都沒有接種疫苗 大陸專家指出 沒有接種疫苗的民眾 死亡率是接種2劑者的5倍 而大陸中央援助香港 第三個方艙醫院 港珠澳人工島方艙 歷經16天完工並交付 總共有406間房提供1,210張病床 每一間都備有基本家具 床上用品 冷氣機 煙霧探測器 面火氣等設備 香港政府最近也容許部分大陸抗疫物資車 不用領取香港車牌 就可以在香港大陸上行駛 另外大陸首度批准5款新冠抗原自測產品上市 民眾可以在一般藥局或網路銷售平台購買 專家估計一個抗原檢測產品售價不會超過人民幣20元 約台幣90元 成本低廉只有核酸檢測的兩成 而且能在30分鐘內得知結果 預計可以大幅減輕醫療系統的負擔 記者綜合報導